针对七土区东新街北极公附近道路边坡滑动 旁边倾斜的房子竟然还有老人家继续住在里面 引起市议员张耿辉强烈关切 基隆市政府方面回应强调 10月中灾害当时已经发放安迁救助金2万元 并且劝离老人家回去跟家人居住 没想到他个人又跑回灾害点居住 市政府方面除了呼吁家人赶快把老人家带离开到安全地方居住之外 也将不定时前往巡视 记得那天我们区务所接到通报以后 区务所这边就会同我们民政客长还有金建客长 就到达现场去关心 现场还有我们民政处王处长也在那边 还有我们消防队 我们去百福分队的消防队也都在那边 当时我们就劝导我们那个黄先生 要尽快赶快撤离这边非常的危险 那黄先生当时也说好他会撤离 那甚至我也请我们的同仁 那个我们金建客长 也协助我们黄先生进到屋里面 去帮忙一些简单行李的一些打包 他出来以后他说他会开车 会回到其他地方去居住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帮黄先生申请到我们的2万块的救助金 协助他来安全 那我在这边也要呼吁一下黄先生 事实上那边真的是不适合居住 那我也请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子女 希望能够把黄先生接到安全的地方去居住 那因为贪方的地点是属于国有土地 那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土地所有权 要尽快做好水土保守医务人的责任 尽快协助来处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